在软件发展史上,面向对象编程长期占据主流 它通过对象和状态的组织,为复杂系统提供了一种直观的建模方式 但与此同时,另一条路线也在悄然发展,函数式编程 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面向对象大行其道 而函数式编程却始终没有走向主流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函数式编程的发展史 1930年代,数学家阿龙佐·秋奇提出了LAMNA演算 它并不是一种编程语言,而是一个极简的数学体系 用来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可计算的 在第一集,从图灵机到LISP里,我们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图灵的思路是造一台假想的机器,图灵机 而秋奇则用符号系统来刻画计算 从时间顺序上看,LAMNA演算比图灵机还要早一些 后来人们认识到,LAMNA演算和图灵机在计算能力上是等价的 这就是著名的秋奇图灵问题 只要能计算的东西,都能用LAMNA演算或图灵机来表达 LAMNA演算只包含三条基本规则 第一,变量,就是符号,比如X 第二,函数抽象,写作LAMNAX.M 意思是输入X得到表达是M 比如LAMNAX.X加1就是一个加1的函数 第三,函数应用就是把函数作用在参数上 像括号LAMNAX.X加1括号2,结果就是3 虽然形式简单,却可以表示任意计算过程 而在LAMNA演算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存函数 第一,很简单 相同的输入必然得到相同的输出 它没有隐藏状态,也不会去改变外部变量 举个例子,存函数FX等于X加1 同样的输入一定会得到同样的输出 非存函数Printer Hello 它依赖外部环境还会产生副作用 为什么存函数重要? 因为它让我们可以像推到数学公式一样 推理程序的结果 这就是后来程序式编程的核心思想 当然LAMNA演算本身并没有直接进入工业界 但它为函数式编程奠定了理论基础 几十年后,第一门真正继承这一思想的语言诞生了 那就是Lisp 在第一集中,我们已经提到过Lisp 不过为了让这一集的内容更加完整 这里仍然需要再聊一聊它的特点和影响力 195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 约翰·麦卡锡设计了Lisp 它是第一门真正把函数式思想落地的变成语言 当时的主流语言 Fortune和Argo主要面向数值计算和工程应用 而人工智能研究更需要处理符号和逻辑 Lisp正是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Lisp有五个核心特点 S表达是,代码和数据采用相同的结构表示 比如1加2 在Lisp中,这集表示调用加法函数 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被操作的数据结构 函数是一种公民,地规调用,动态性 Lisp的独特之处在于红 它本质上是操作代码的函数 输入和输出都是代码 能在程序运行前改写或生成新的代码 如图4,这个红定义了一个新的控制结构 unless 意思是当X不等于0时,执行print 在大多数语言中,语法有编译器固定 而在Lisp里,用户可以用红直接扩展语言本身 这带来了原编程的能力 普通编程是写程序去处理数据 而原编程是写程序去处理程序本身 也正因为如此 Lisp常被称为一门能够自我进化的语言 Lisp将Lamada演算的思想真正带入编程世界 但它的高度灵活也意味着缺乏约束 到了1970年代 人们开始寻找更严谨的方式 于是ML诞生了 1970年代,爱丁堡大学的罗宾·米尔纳团队 为LCF定理证明系统 设计了一门新语言 MLMeta Language 目标很明确 既要保留逻辑推理的灵活性 又要在形式上保证程序的正确性 ML的核心特点可以归纳为四点 第一,类型推导 不同于Lisp缺乏类型检查 或Ergo需要显示标注 ML让编译器自动推断 如图所示,编译器得出Intl类型 这依托于Handley Milner系统 在不增加负担的前提下,提供静态安全和主类型 第二,代数数据类型 用简洁语法组合结构 清晰表达复杂关系 第三,模式匹配 直接拆解数据 分支明确,可读性高 第四,编译执行 以编译为核心 比解释更稳定高效 ML最初用于定理证明 后来扩展到编译器和静态分析 衍生出Stand ML O-CAMER和FSHARP 它的影响深远 Husco的类型系统 源自ML,SCALOR, RUST, TOP SCRAFT 也继承了类型推导的思想 ML和函数式编程 建立了类型与安全的秩序 在LISP的自由和工程可靠性之间找到平衡 接着,学术界将这种秩序推到极致 创造出纯粹的函数式语言 Husco 进入1980年代 函数式编程已经诞生了LISP、ML等多种语言 但它们理念各异 缺乏统一标准 1987年 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学者联合成立委员会 左手设计一门新语言 既要汇聚学术界成果 又要体现函数式编程的最纯粹形态 这门语言便是Husco Husco的核心特性可以概括为4点 第一,纯函数 在Husco中所有的函数都是确定性的 相同的输入一定得到相同的输出 隐私的副作用是不被允许的 第二,惰性求值 表达是只有在真正需要时才会计算 即使是一个无线列表 也可以安全取出前5个元素 第三,类型类 在ML类型系统的基础上 Husco引入了更灵活的抽象机制 第四,Monad 它是一种设计模式用来封装副作用 像IO,状态,异常 这些都会通过Monad来建模 这样可以确保副作用是显示的 而不会污染函数的纯度 Husco在学术界应用广泛 最著名的实验是GHC编译器 而且它本身就是用Husco写成的 在工业界Husco并不主流 只在金融,编译工具链等少数高可用场景应用 可以说Husco代表了函数式编程的学术理想 把纯函数和抽象推向极致 但在工业界 工程师更关心的是并发与容错 而不是完美的类型系统 于是,函数式编程在实验中走向了另一个道路 二朗,1980年代 电信行业对软件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系统必须全年午休 7×24小时运行 能够同时处理成千上万的通话 并且在出现故障时能迅速恢复 然而当时的编程语言和系统架构 并没有专门为这种高并发高容错的场景设计 在瑞典的爱立信实验室,乔·阿姆斯特朗带领团队 开始探索一门新语言 目标很明确 支持海量并发保证进程隔离和自动容错 并且能够在不停机的情况下进行升级代码 这就是后来诞生的二朗 二朗有几个核心特性 第一,并发模型 二朗基于ACT模型 进程极其轻量 可以同时创建上百万个 这些进程彼此隔离 则通过消息传递通信 从而避免了共享内存带来的复杂性 第二,容错机制 二朗的口号是Let it crash 与其在代码里处理所有错误 不如让进程在出错时直接崩溃 然后由监督者Sable Racer自动重启 这种机制让系统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 第三,OTP框架 在语言之上 二朗提供了OTP 它定义了诸如Gin Server Sable Racer等通用抽象 帮助开发者快速构建可靠系统 许多理念其实和今天的K8S不谋而合 K8S有健康检查和重启策略 而OTP的Sable Racer 早在几十年前就能做到进程崩溃后自动重启 K8S提供生命周期管理和滚动升级 而OTP的Application和热更新 早就已经写进语言和运行时 第四,热更新 二朗支持不停机加载新代码 系统可以一边运行一边升级 避免中断服务 第五,分布式透明性 二朗内建分布式支持 不同机器上的进程可以像本地一样通信 天然支持集群扩展和故障切换 二朗最初用于电信系统 后来扩展到数据库 消息队列和分布式平台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WhatsApp 在被收购之前 一个只有几十名工程师的团队 就凭借二朗支撑了全球数亿用户的即时通信 虽然二朗功能强大 但语法成就生态有限 2011年巴西程序员何塞瓦里姆 基于BIM虚拟机创造了Elixir 它保留了二朗的并发与容错能力 引入了现代化语法和工具链 并借助Phoenix框架 把函数式并发模型带入了Web与互联网应用 可以看到从Lisp到Alan再到Elixir 函数式编程一直在不断演进 而且确实展现了不少独特的价值 可问题是 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思想和实践 却始终没能让函数式编程成为主流呢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它缺乏足够大的杀手级应用 不像Java 有企业级应用和安卓来推动普及 第二 它没有绑定在主流平台上 是一紧贴UNIX Jiascript独占浏览器 而函数式语言大多是独立生态 很难自然融入主流平台 它和传统命令式语言差异过大 诚信员很难评划前移 学习成本高 第四 缺少商业公司的投入和市场推广 没有像上或微软那样的大公司来推动 最后只能依靠社区慢慢积累 发展周期被大大拉长 那不是主流 我们还要不要学呢 这让我想起2016年的一篇帖子 Elixir会成为明日之星吗 其中一个回复让我印象深刻 好的东西是不是一定会流行 不一定 我喜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好的 也不一定 那我会不会花时间去学一个 不一定会流行 但是我喜欢的东西 会 下期我们会聊到新时代的编程语言 Go Rust Tapscript Cotlin Pathom也会讲原本想放在这一集 但这集的主题是函数式编程 放进来不太合适 所以还是留到下一期 我是Roy 我们下期视频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